接任住持后,如临法师也希望未来能够与大众广结善缘 如临法师以戒圣恐惧的心接任千佛山菩提士住持 他表示,借由如此的姻缘,更增上自己的修养与修行 如临法师以不断精进自己的修行与智慧勉励自己 并依循白云老禅师的教诲,带领菩提士的弟子 这个讲起来,心理上都有很大的一个负担 内心真的也是有一种所谓的戒胜恐惧 当然也是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更增上 在不管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修养、行修方面 总是把它当作一种学习的提升的考验 虽然是一项挑战,但我相信老和尚创建下来 在前男道场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修行半道 能够在法生会命更加能够提升、精进 所以在我的一个内心里头,我也一直希望能够在修养 智慧能够不断地提升 法生会命非常重要 所以能够跟大众来结这个法源 成就佛源、道源 这是我一贯的一个想法 当然老和尚也讲,多一些责任是一种本分 以出家人来讲,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本分 好好尽本分来做 各方面的一个佛形事业、事物、法物 都是要不断地好好地去维护 来延续 这样才有办法让整个佛法延续更长长久久 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白云老禅师所开办的前男道场 为的是让出家人修行半道 能够在法生会命上更加提升精进 如饮法师遗迹所能 与大众广结善缘法缘 成就佛源与道业 史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 台南采访报道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